今天早上呢,我跟朋友来这里看人员 这个地方是叫做Semenggo World Life Center 这个地方呢,是在1975年成立的 如果是从古境过来这里呢 大概是要20多公里啦 就会到这里啦 我的朋友呢,来跟我买ticket啦 马来西亚人呢,进去呢,应该是大概 应该不会贵啦,应该是5块或是10块左右 就对到参加我的车能够了 到了有啦 呢,还长得到参加这个小匙区 与是一个小匙区 所以快去搞了 到了下路 但是我们已经就去找了 进到里面了,它是五块钱了。 这个什么Go By Life呢? 它是将那些在外面救回来的一些没有父母的小人员啊, 或者是受伤的,还是给人捕捉的小人员救回来过后呢, 他们就会把它送来这个保育中心这里咯。 我们要进去了。 什么Go By Life呢? 它是沙拉瓦最大的保育中心。 哇,有二十多年了。 什么Go呢? 它这个名字呢? 它是起源于附近呢? 是有一条河流啊。 是叫做苏爱什么Go。 所以这里呢,他们就取名为什么Go By Life了。 在这里呢,他们喂食时间呢,是,呃,有两个喂食时间呢,一个是三,呃,下午三点到四点啦。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早,是在早上九点到四点。 是在早上九点到四点。 。 是在早上九点到四点。 从外面呢,我们啊,从售票处呢,进来呢,大概是要,呃,两三个公里左右啦,啊,进来到里面这里啦。 当然这里里面呢,是有波车位啦。 所以如果你驾车呢,呃,你可以把你的车波车在里面这里。 。 好了,到了这里了。 哦,ok。 是的。 还是比赛,他就喜欢的,就不可以带。 哦,他知道那个东西吃的啊,嗯。 他会跟你抢啊,有时候,所以蛮危险啊。 好了,我们要走上去里面了。 。 非常期待,第一次见欧阳舞丹。 呵呵呵。 而且是,呃,这个欧阳舞丹呢,人员呢,他不是在笼子里面的。 嗯,半野生啊。 嗯,半野生啊。 嗯,当我们进去之前呢,如果是身上有水屋啊,或者是食屋呢,呃,必须要收起来啦。 所以建议,如果是你进来,进来之前呢,最好是有,有带一个小包包啦。 把你的所有的食物啊,跟水,放在里面啦。 哇,在这里有介绍,呃,住在这里的人员啊。 还有他们的名字,其实被送来保育中心的,都有一一记录在这里。 哇,在吃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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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人缘,在树上 人缘啊,它是很温顺的动物 我要去家买 人缘,现在有年,你女人 好像哥豁子 一年之后氏 każ人值时间把父母 要娅性 人员呢,它是一个很温顺的动物啦 但是你不要去激怒它了 如果是激怒它的话,它是非常可怕的 Oranwutan呢,它是马来文的意思呢,是叫做森林里面的人 它的学名是叫做Pongo Pongo呢,这个名字呢,它是源自于以前呢 安格拉葡萄牙人,英国水手 他们当时呢,是看到一个类似人的 动物,所以他们是叫 呃,当时他们是叫,叫他们为Pongo啦 所以这个学名呢,一直用到现在 这里你也看到另外一只人员在这里 呃,吃着水果 人员呢,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毛发呢,是红色的 呃 呃 呃,人员呢,跟猴子呢,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没有尾巴啦 哈哈 所以 呃,很容易分别 呃,现在呢,在全世界呢,有呃,三种人员啦 第一种是叫做波罗州人员啦 呃,是在马来西亚啦 陀佗罗州人员呢,它现在呢,是 呃,还存有104千左右啦,之 呃,然后第二种就是苏门达拉人员 苏门达拉人员,是 呃,就是 面临接种啦,就是很危险啦 呃,它现在呢,大概是有1700多只而已 另外一种是在,呃,2017年的时候他们是刚刚发现的啦 叫做Tapanuri人员 那种人员呢,是更少啦 大概,还不到800只左右,在全世界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人员啦 因为它的生产量呢,是非常小 呃,它大概是上五年才生一次 就是,小人员 呃,这里也看到,人员在树上爬 所以在神门过这里,你可以亲自在大自然的环境下看到人员 哇哦 哇哦 所以比较大只的那个是雄人员呙 母的通常是比较小只的 而且大只的,它的脸部会有那个漏颠 在喉咙下方呢,有个漆囊 当它们发生的时候呢,它们会有一个 那个漆囊会有一个公鸣的作用 人员大概是有96.4%的DNA是很接近人类 所以人员是最靠近人类的 他是非常聪明啊 如果你叫他使用一些工具呢,他们都会很快就会学会 嗯,这只是母的,这只 人员呢,它大概的寿命呢,是40岁左右啦 母的呢,它的生产期呢,大概是235天到270天啊 大概是8个月左右啦 所以非常接近人类 啊,你看它跳来跳去在树上 人员呢,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树上啦 所以它们的手脚都是很灵活的使用啦 啊,爬树 它们的食物呢,大多数都是水果啊,花啊 啊,树叶啊,树皮啊 不说你不知,有时它们也会吃一些昆虫啊,跟小鸟 不过那个是在它们的种食物里面很小的部分啊 而且有时呢,它们也会吃一些有矿物质的土壤 啊,好漂亮啊 啊,好漂亮啊 啊,这个是我们的导游 他也介绍 介绍人员 有幸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会有看到人员出现 如果是森林里面呢,很多水果食物的话呢 它是不会出现在这里啦 呃,因为现在不是水果的生产期啊 所以我们,呃,有机会看得到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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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通常母性人员,呃 职性人员呢,他们会找呢,他们都是找这个有统治地位的成熟雄性 与凡是他们的下一代 所以人员是林瑞的动物,我们需要好好的保护它 不然我们的下一代呢,就看不到了,哈哈 现在呢,他们的气息的地方呢,都是遭受到破坏了 呃,所以他们才会临危了 比如说伐木啊,火灾啊,或者是有人捕捉他们当宠物啊 呃,这个会造成他们,呃,就是临危,要面临接种 要好好保护 不然我们的孩子,他以后就看不到了 因为,给我们的孩子很能够,让他们感兴趣 肉眼,很能够,对? 没关系吗? 如果,我们的孩子很能够,就 со伏了 我们的孩子很想要 эксперимenne,那种说话 那一刻,我们能够找呢,还还要它的够 我们的孩子很想要学,我们压力很感兴趣 现在我的朋友Mr.Chu 在介绍啦,介绍这里的人员 现在Ricky还是Boss啦 Anoir跟那个Edwin就是等时间takeover Ricky还是Boss 所以这里如果有Ricky,他们都要退 几步咯,让给那个Boss出来 他们也是会认的,我看我都不会认 因为我不会认,他们都会认自己的,然后刚才他们跟我讲 那个刚才是他的uncle跟他的nephew 这个也要大 这个也要大 如果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好像有比较轻的 好像带眼镜啊 很明显,他的脸好像有宽 大的时候就不见了 越老就越像了 他的脸啊,他越大,他就做王咯 哦,王咯 越大就做王咯 他这个是Boss咯 那个两个没有这个多么大 所以他们还是Deputy 这个是Pan Minister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他这个没有力量啊,他们不是打下把架 差不多一次,不用准 如果不出去,不出去呢 所以人呐,他们都不是 群聚在一起啦 他们大概是每千平方 呃 平方尺呢,他们才只有一只啦 通常照顾小人员呢,都是 都是雌性人员照顾的 雄性人员呢,他是独立行动的 比较多 好啦,哈哈,今天看到人员了 而且,而且不是在笼子里面的 是半野生的人员 所以进去之前呢,就要非常注意的 不可以去挑拨人员 也不可以威慈他们 呃,这里有个Signage会告知你 呃,当然啦,进去之前呢 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他也会 呃,提醒你一下 你出来了,你会来到这个 有卖纪念品的地方 这里还会有提醒 进去看,千万 呃,要跟守他们的这个规则 比如说,呃,要安静啦 不可以乱丢垃圾啊 也不可以用fleshlight 啊,如果要买纪念品,可以来这里买啦 哈哈 灯源的纪念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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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个人也不懂吗 觉得很久哦,12年 那里有动物做过那么久的,有吗 嘿嘿,对不对 他做过16年 你知道他怎样赶走呢,还是吗 他,他每天咬他 每天打他 他就走了 嗯 他走的时候,他就要准备 嗯 再三秒 嗯 这里的呢 这差不多6年了 嗯 这里的呢 这里的呢 喂 蛤 蛤 有